我是新冠店 我是新冠店 二胖晚安 我是二官 是美君 欢迎收看 我是新冠店 我是新冠店 叫柯P小心一点 不然我要避了他 这个话题还在延烧 现在已经烧到哪里呢 烧到了 柯P说 我没得见了 黑道白道 我都很多朋友 反正只要心存善念 自然有人会在暗中帮助我 这句话跟昨天高超哥说的 不谋而合 所以柯P到底有多少黑道朋友 而黑道是不是一直都是 政治人物不能说的朋友 阿扁的黑道朋友是谁呢 吴敦毅 王金平的黑道朋友又是谁呢 而观众朋友你知不知道 竟然李亏宜差点遭到暗杀 那有可能都会来告诉你 好同时 在今天还要来谈谈的是 事实上在今天被踢爆的是体育局局长 应该说前体育局局长杨忠和 做26天就闪死 当初说是理念不合 在今天才说 哦原来他一直在帮柯P收烂摊子 所以非常不爽 到底他帮柯P收什么样的烂摊子呢 好我们刚才介绍 在今天来到现场的来宾是资人媒体员 王光琴 大家晚安 Nonews总编辑康仁俊 老公好 好 以及新科北市府廉政委员会委员王小玉 小玉姐 大家好 小玉姐是小虾米对抗大金鱼 当初踢爆双子军原来是一个世纪大骗局 对 以及前立委郭正亮 大家好 这些媒体员是很高超 高超听说你今天新神部 你要去行天宫习惊 没没没 那一定要促进地方繁荣包 城市建设 以及台北市议员吴市政 市政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高超到底柯P在选前 跟哪些黑道大哥见面 我们不要讲 你也告诉我清楚 我们不要讲什么黑道大哥 好地方失利 我觉得应该是有很多的 一些比较有这个 有影响力的人 那一场是不是严胜贯安排 因为我们的记者 所掌握到的独家消息是严胜贯 那是你们掌握的 你们掌握跟我们掌握也就不一样 不知道 那你掌握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 我不能讲 但是我是觉得 因为整个世界是因为 那你把五个W说清楚就好了 互 坏 会 会 会 之 会 这样就好了 五个W说了就好了 那一场到底跟谁见面 为什么见面 何时见面 谈了什么 在哪里 胜贯的方格 在哪里见面 我先讲 一点点 因为整个这个案子是因为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台北市一个重点的一个亮点 地方人士 亮点 就是说环南市场的改建 那环南市场改建里面它有错终复杂 为什么错终复杂 第一个 里面很多摊商 里面的摊商 环南市场1300个摊商 对 1325个摊商 那这里面 因为在选举之前 是 大家去分析说这个要不要改建 因为里面有相当多的票仓 这个票仓有至少有一半是支持 所以就安财了那场会面 支持连胜文 那另外一半可能支持柯P 所以 为什么好农兵不赶快改建 因为怕影响撕掉连胜文的票 所以那个整个没有办法改建 那没有办法改建很多摊商就开始找说 我们可以找谁来帮忙 找到柯P 因为他的名气最好 另外再找个有利人士 比如说当地万华的有利人士 有利人士 非常有 大家非常尊重的一位 有利人士 那他在地方的影响力也非常大 他也希望促成整个 这个芒芽的繁荣 所以才有这一场 可是大哥有出来瞧这事情了 就不能说瞧我们去瞧 因为现在都还没有开始改建 只是说在改建里面有碰多太多的困难 那你要加强地方的建设的时候 整个亮点 你要让他有一个新的做法 所以大家认为柯P有破例 现场讲了什么 柯P有没有答应什么 或了解什么 好 那我们就 因为我整个的过程里面是 我是希望说 做跟建筑师讲说 我们怎么样跟柯P讲说 这是一个很地方建设的好东西 后来我们就做一个比较 原来它的产值超过101大楼的产值 环南市场超过101 环南市场是所有的 所谓的积压禽售的生鲜蔬果 批发里面最大地方 那它的年产值接近180亿 哇 那么多啊 因为101才120亿 101才120亿 但是101的因为土地是9159坪 整个环南市场的这个土地 是12430坪 如果能够改建成棒的时候 它旁边总共有六条桥 可以促进地方发展 好 那我们就去给柯P做个简报 当然有利人是这位好朋友 受尊敬的一位长者 他也在旁边 他想说有什么想法 结果发生一个 我们就讲说 这个事情怎么做啊 柯P又讲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说好农兵 这个马英九 在任内里面 没有办法做的 15年没有办法改建 我柯P 三年改建 四年营运 他第一个先做 打一个 帮我们把他简报完毕 他打一个 但是他在现场有没有说 要移到外滩河 对 他提到 而且提到 有点现金让人吐槽吗 没有人 没有人给他吐槽 为什么 因为他那个时候冷静 非常冷静 但是他讲一个 另外一个焦点是说 现在为什么不改建 除了票仓之外 里面有很多老鼠 一千多只老鼠 台北市政府 两万只 至少两万 你去算一下吧 两万只 两万只 不好意思啦 十万只 十万只 然后柯P 环南市场里面 到底有多少 尿气你们都搞不清楚 十万只老鼠 开风趴啦 结果那一天 柯P讲一句话说 因为他后来讲说 要把环南市场的摊商 移到河滩地 你记得吗 结果连声文就出来 嘲笑说 你拜托的河滩地 根本就不能够有摊商 因为非常危险 非常危险 这是人命关天 我跟你说 那个时候建筑师希望在 这个题外的部分 做一道围墙 但是这道围墙里面 跟水利法有关系 所以牵涉到不行 后来当然 事实任务里面 后来找了五个教授 去灭蜀 教授还 这个 那我先问一下 大哥是希望改建 还是不希望改建 那我先讲一下 结果 这个灭蜀的活动的时候 整个活动的时候 柯P说要用炸药 柯P说要用炸药 用炸药把环燃市场 那现场说的 对 把环燃市场给炸了 而且把老鼠炸 等一下 柯P那天是不是喝了酒 没有没有 柯P说把这个环燃市场 整个围起来 然后用炸药炸了 其实当众 有利人士听着大家都好笑 怎么让我扣你 用炸药把它炸掉 柯P是这么说 但是他有魄力 他一次解决问题 一次把所有的 鸟鸟要炸药 都解决问题 当然我想 有被狠犯 说要用炸药把它炸掉 炸掉 但是这里面 当然有些摊犯 有不同意见 所以这个地方 所以现场有摊犯 没有没有 摊犯代表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摊犯代表 有利人士代表 有利人士就说 不知道我们 是不是为了地方发展 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协调 比如说有些不同的意见 加速改进 你昨天为什么说 柯P跟四大帮派 至少有三大帮派 这个事情是另外一个事情 跟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关系 另外这个事情 我们也很想知道 另外是在选举之前 当然有人 去他安排的 某一个帮派见面 那自己见面 也许是打个招呼 或是大家会面 大概就 大概紧直一次 是什么样的帮派 外省挂 本省挂 有到大哥级吗 到帮主级吗 我不敢讲帮主级 但是就是属于 至少唐主以上 那就点到为止 因为人家在讲什么 是跟这件事情没关系的 完全没关系 我知道这是另外一个中央 所以换句话你就说 柯P跟黑道大哥 见面不是只在一个场合 现在听起来是 好多个场合 因为环南市场 是一个场合 另外一个 唐主级是一个场合 环南市场 还有其他 但是人家有利的 是在 我知道 来 不能讲 对政治人物而言 跟黑道见面这件事 到底是可做 还是不可做 很自然 很自然 又很自然 譬如说 如果是本省挂 人家很多是角头 是 角头有的是不可说 你跟黑道见过面吗 很多 因为我们双国的 邦家 台东 中山 树林 都见过 大安聚会也见过 就是说都有角头 但是为什么 人家不会安排 联盛文去安排科匹 没有啦 我跟你说 帮派很多 因为联盛文是什么不宜 没有我跟你说 很多帮派的成员 都是中下阶层 联盛文那种 跟中下阶层 你很逢的 他的问题 你也听不懂 所以其实帮派 在社会上 也是有功能的 比如说 他可能收容一些 参加顶头 也收容一些地址 都有 当然他如果有 为恶的部分 那是联合 但是他在地方 有时候是多种身份 他又是相生 又是角头 所以其实 黑道可能是政治人物 不能说出口的朋友 你记得阿扁了 阿扁了 吃饭也常吃饭 不是说实在 我是说实在 阿扁了 那时候大家都说 天道蒙 他还是参与过创党 是这样啦 因为那时候 不叫创党啦 创邦啦 因为罗福祝 罗福祝 因为那时候一清 叫罗伟料理 对 天道蒙就是在里面 主持来的嘛 那时候坦白讲 都有一点审级问题啦 所以外审挂嘛 本审挂嘛 阿扁也那个时候 也是代表本土嘛 所以主人就清起来 他是在土城监狱 这是罗福祝 他们是监狱的同学啦 对对对 土城监狱 罗福祝就跟我说一句话嘛 说我如果是大哥 让阿扁就是大哥大啊 他很尊敬他啦 因为 K到大哥 本审挂着 因为他也觉得他被打压嘛 所以他到监狱去 阿扁也一准也是帮中下阶层嘛 听说阿扁也都帮他们写宿状啊 宿状没有错 这是真的 而且阿扁这个人真的 那个时候也不分审计 一准四海帮有一个叫五传七 也是这样才跟阿扁认识 五传七 就是他帮他写宿座 的外号就是唐主吉耶 唐主吉的人物 没有错 他帮他写宿座 对对对阿扁这个人 其实他本人也 不管什么省息啦 他就帮忙你嘛 他本来就帮中下改善的嘛 这个还是 这个还是 比较早的一段 那市场阿扁最有名的是 2004年1月 就是三月要参计一回啦 对 因为那回很尊敬的嘛 是 所以他去台南嘛 这个有见报哦 有 就是记住 小梅 檳榔摊的老板 那是 是啦 那表面上 那其实大家都罵啦 在台南我也认识 他这个骷髅堂的啦 大家都说他是地下市长 呃 那个时候 他去跟 什么叫做王正坑 王正坑对 他拜访 他去拜访 这个也是话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 新闻也不识 那时候王正坑 因为阿扁要来拜访 哇 欢喜好亢奋 十公秋的红地毯 来欢迎阿扁总统 可是阿扁那时候是现任 哦 他在台南又 又划阿扁总统 哦 那当然后来就 延伸出就是说 因为他真的很尊敬的嘛 是 然后就传出说 他有去找一些朋友 来帮他撑堵盘 那王正坑是不是座头 没有 我想他有很多这种朋友 他不是座头 但是他有很多座头朋友 他的地位和这地下市长嘛 他有需要做这个 他后生是不是叫王博兄 他去做个警察 他是警察 警戒出身了 结果 结果呢 他自己是警察 对 还持枪 击退 抢劫 对吧 没有 那就有访 所以那时候判了16年 没有错 没有错 但是听说没了阿扁 连任成功之后 他改判4年3个月 这英国关系没得到 英国关系没得到这样推论 这个故事是如此 没有错 但是他不见得有英国关系 不见得是阿扁说去指示法院要这样判 不一定是这样 但是确实有这一段 其实这个人 穿过台南的 我看几乎没有不认识他的 因为他收两个甘女儿 秋莉莉就是他甘女儿之一 王正坑是秋莉莉的干爹 这第一个人都知道 所以你也不要太惊讶 就是说像阿扁这种 完全从草根起来的人 确实在反抗国民党的过程当中 跟本土挂曾经结盟过 其实本土挂也不是只有支持过阿扁 因为台北国也有钱 但是那次他跟王正坑碰面之后 大家把319连结在一起 大家都认为跟土盘有关 因为刚好出事的地点 就在小梅冰浪摊前面 没有错 就在那个 在那个地点 那出事之前又跟他紧过面 然后后来捡到那个蛋壳的 又是小梅冰浪摊老板的儿子 那小梅冰浪摊老板 又跟王正坑是好朋友 那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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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他的地方 所以子蛋壳当然是他找到 那你说也是对吧 是啊 但是就是那个时候传出来就是 赌盘他们有去互赌盘 要帮阿扁 那个意外事件 我们就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了 因为到现在也没有真相 好 他们称这个事件就是 去小梅冰浪摊的这个事件 叫做130敲门事件 这个130敲门事件 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政治事件 到底是不是影响到未来的 后来的选举结果我们不知道 但至少某种程度 影响到当时的赌盘 没有错 不过阿扁跟黑道之间的关系 其实除了说在金语里头 认识罗浮柱 然后天道门成立的时候 据说他也出一点点烂 黑道大哥经常在那个 非常庞大的丧礼线上 看到阿扁的婉联 这小明天就是他那位陈永和 那大宝 阿扁是公开的 公开的 那比如说乌婆的 就是我们中餐区的帮派 那时候是一个冯乃妇 那阿扁也是公开去送 那不过阿扁是最尊重的 就是蚌哥 那阿扁也透过管道去致意 但是蚌哥他没有给他 没有没有 没有给他婉联 但是说实在 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是阿扁给他的婉联 就挂在中 挂在正中央 这个社会观感不佳 现在最流行的一句 社会观感不佳 对不对 其实很多人都用给他 陈永和很多人都认识 所以对你来说 这没什么 这没什么 主任委员 其实哈 科比这次被呛说 要避了他 王金平也被呛过 你记不记得 王金平那时候在立法院 被人家呛说 我要给你好看 哇 那个时候 王金平的维安层级升很高 出门啦 至少从立法院出来要有三个 上车之后要有四个 所以他一出门 都是大阵仗的 其实说真的啦 地方型的政治人物 不管你是走地方 还是最后到中央去 你说跟这些地方势力啊 或者是好朋友 五湖四海一定都会接触吧 所以你刚刚那个问题 我可以直接回答你 你说社会观感对吧 我们好几次 有遇到这种问题啊 就大概说 啊奇怪 歐兜的什么 大哥的什么 你也去送完 他说不不不不 我们这种公共事务事 或是什么东西 他直接驾出去的 跟我没有关系 他就这样摸过去 他就讲说 这个也不怪我啊 你记这个哪一个 可是王金平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他却 他不只是 你讲送完 他不是他直接挂名 智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这个就比较特别 那你讲到说 他之前被黑道呛下的时候 那个其实在太阳花那个时候啊 因为那个时候 那个张安乐 他其实有呛说 要找人去包围立法院嘛 结果后来就传出来讲说 其实是 也真的有人打电话 去恐吓王金平 说要给他好看什么的 后来就报了案子 所以 一般像王金平 他自己本身有随护 贴身的就那一两个而已 可是 在那个时间里面呢 王金平不管是在他 这个住处的地方出来 或者在 只要公开的场合上面呢 都会另外再加派警力来保护他 那这个部分是有的 可是你说王金平他真的会怕这个 我就说了 他直接都可以去挂名主任 智商主任委员 那都已经是直接 人站到第一线去 这个讲的是谁呢 他挂过谁 他挂过谁 亡民的 李肇雄 那他在中部的时候 他虽然是中部的黑道大哥 可是其实他南北什么都有认识 所以他当时过世的时候 被称作是黑道最后仲裁者 对 那结果他那时候过世的时候 大家都会看嘛 因为你一定要是重量级的 才凸显出的分量 结果我跟你讲 他的那个智商委员会 真的超重量你知道吗 因为王金平担任智商委员会 哇 这就是亡民耶 对 你看那个车队 当时的告别式 哇 那个场面 我跟黑道大哥的商里场面 那真的都是不得了 我看过那个车队连绵 五百米的 我只能讲极其隆重 而且能够被获邀参加这个商里 我说实际上 那个都还要经过桥的 你看到那个就是场面 还有刚刚那个车队 你光看到那个场面 我来 我把他智商委员会的那个 念一遍给大家听 你也讲这个真是厚不厚 王金平做智商主任委员 然后包含胡志强 廖辽宇 张荣卫 张宏年 这些都是做副主委 都是政治人物 所以你刚才讲说 奇怪 政治人物不是敢想办法 跟他们划金接线吗 我跟你说 厚真有厚的是 名字都挂在上头上了 那是总干事 做原青标 你知道吗 但是原青标我们不觉得奇怪 但是表哥说不不不不 我挂名而已 那事情是他们处理的 我都不挂的 那就是说那一次 5年那一次的商里 还广发武林帖 然后没有收到武林帖的黑道 大概还说 为什么我没有 还是说我们帮牌比较小吗 为什么比较少 因为这个我就讲 这个东西其实大家会私下比较 你知道吗 你是大哥的这个重要的场合里面 结果他们这个地方的货邀的比较多 我这个货邀的比较少 那部闻上面 你要卸我也要卸 那老有一个要 后来还开会 你要找大哥出来开会 不然这样 大家通通都不要挂名在上面 那我们就发什么 发顾问证书 用荣誉顾问的方式 你们这个地方 我就发给你十几张 发给你几张 后来连那个大家都在比较 还有荣誉证书 你怎么好像比较多 我好像比较多 好像又少一点给人家 后来讲好 因为警察也有讲 警察就看说 你们这个 像这种重要的场合 应该各方都会来 你不要闹事 不要干嘛 后来大家就讲说 好 没关系 每一个希望来致益的企业 集团 什么东西呢 最多你就是三百个人 我跟你讲 你不要讲说人数的部分 你刚刚那个场面那么长 那个要去参加 还要被挑过 要长的人高 大180公分 提起来体面 为什么 代表我们的面子 我们来看这个画面 其实现场 据说那个占地是数千平 观光电仪收超过一亿 哇 我们刚才那个车队 其实刚刚画面有看到那车队 据说那个车队 绵延五百米 观光游览车 那一天的游览车通通订不到 游览车业者还因为这一场告别式 涨价了四成 你就知道有多厉害 那那一天 刚刚其实仁俊有讲到 要瞧那个荣誉委员证书 对不对 他找谁瞧呢 找号称黑道最强大哥的飞虎 主来叫 因为不是一般人能够瞧得动的 那王金平呢 其实除了担任 龙民的智商委员会主委 据说文歌也是 对 你会讲 我们最实际在看 政治人物 其实在这一块应该都很避讳 可是呢 没有办法 他真的是太高了 你看画面上那个 这个是文歌 对 他一样去一样也是去那边帮忙 而且我讲 光明正大就直接就都会出席的状况 通通都非常有嘛 那你说这个是王金平的部分 可是我跟你讲政治人物 包含像吴敦义 他跟地方人士的接触也是非常非常 江青梁先生不是就是吗 对这个大家都都很知道 同游巴厘岛 同游巴厘岛或干嘛 后来乌敦义还出来替他讲话说 人家就是更生人 然后光明正大的做生意 那个有什么关系 我们也觉得这个没什么关系 不过后来周刊 其实在2012年有报 你知道吗 所以吴敦义呢 他特别透过人家 我画面上面所看到的是江青梁先生 江青梁 但现在人家是做生意 小攀攀的老众 对喔 结果后来周刊有报说 2012年的时候呢 吴敦义呢 在一个很知名的一个餐厅呢 跟前帮派 竹联的那个天龙堂的那个堂主 叫做陈慧敏呢 有一场秘密的聚会 而且呢 他居中牵线的呢 还是另外一个 也是很受争议的人物 他是前那个台北看守所 人家被称之为什么 地下所长 那个透过他的牵线安排 在那个地方聚会 那据说啦 据说他当时呢 这个聚会的过程 你像画面上面所看到的 就是竹联邦 天龙堂 前堂主陈慧敏 那透过谁呢 透过一个叫做 引力群的人这个接洽 那引力群这个人也很特别 你知道 上面所看到这个 他以前是台北看守所 在那边服务的 后来离开之后呢 就去做了化妆品公司的董事长 那当时媒体报导就讲说呢 引力群呢 其实私底下会帮吴敦义 拓展他的人脉 会介绍什么地方人事啦 然后这个什么建筑的 这个老板啊 或什么的 那就安排了那一场的会面 结果这个会面里面 还讲到说 有国民党中常委姚江林 也通在里面 而且大家很开心的合照 这样耶耶耶 结果报导一出来了 高超也在啊 那一场你又在啊 我完全没有 我完全不在 我完全不在 你到底参加过几场 正式人物跟黑道大哥的聚位啊 没没没没 我那场完全不在 完全不在 我提出声明 因为那场是在 不管是在台北市或台北线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哦 也不知道 他特别讲台北市台北线 有关的整个地方 台北市台北线那场 我没有参加别场我也有啦 对对对 那后来那个新闻被出来之后 我跟你讲相关人等 因为刚才像高超哥说 我没有参加 但是我刚才讲 不是有照片吗 就你照片 人家柯P都没有否认 你到底在紧张什么 人家今天说我黑道白道的朋友都有啊 我只要心存三年 自然暗中有人保护我 对啊 人家都没有否认 你是在紧张什么 对 那后来姚焦灵他就讲说 他说那个不是刻意安排 你们都搞错 我们是大家刚好都在那个地方吃饭 然后呢 那有人知道说 吴敦义也在席街 所以就想要认识一下 所以有过去打了一个招呼 吴敦义那边也出来否认说 不不不不不不 絕对不是像你们组刊报道啊 可以刻意安排啦 什么避人而目 绝对也不是 那就是有地方人士来 我们就是礼貌性的寒暄寒暄 就这样过去了 黑道大哥都叫做地方有力人士就对了 我说真的 柯P哈 尬起也不错啦 你即便那时候在都庚的时候 他曾经接受访问 然后问他说 都庚都跟黑道扯在一起 那你怎么样推动都庚 他说没有关系啊 我自己去要谈判 我自己去我就带着警察 在那边后面站一排 每个人都带着枪 看是白道厉害 还是黑道厉害 那要火拼吗 他蛮敢呛的 对 其实柯P不管是呛这个都跟 或者是 就是他大象腿要踩掉的这些人 或者是对抗财团 他其实都蛮敢嘴上呛 你那个柯P是蟑螂吗 小强 你怎么这么了解我 小强 还是呛黑道 到时候不要找我找斐娟 就是说他很敢呛 那就是有鬼 但是呢有些政治人物呢 过去 在这个他们从政这个历程当中 那是有行动的 包括这个制评专案 那时候法务部长廖正豪 一个 是的阿辉伯时代嘛 对 阿辉伯 他执政的过程当中 那时候前面 这个 蒋经国时代有个疫情 后来李登辉时代有个制评 就是用着那个直升机啊 用着啪啪啪 那个画面很惊人啊 一个个黑道大哥 往直升机上 用直升机载到日导 载到日导 所以那一次喔 那个 廖正豪干了这个事以后 哇 后面的那个黑影床床啊 都是说要这个对他不利的 好 这件事情起了一个头 其实李登辉李前总统 当时候执政的过程当中 也撇不了关系 嗯 他们会找 这个廖正豪 说我要报复 他不会找当时候的总统李登辉说 我要报复吗 所以呢 这个事情呢 后来越演越烈 就变成说 所以那时候制评专案 还引发了黑道的报复计划 对 那报复李登辉总统 那他们就想了一个这个策略 当时候有二十几个 来自本省卦 外省卦的在黑道大哥 他们在那个澳门的普京饭店 在那边密杀 怎么样去暗杀 你说本省卦跟外省卦 本省卦跟外省卦 一下是井水不犯河水 甚至是势不两立 对 他们合起来密伤啊 对 那名则是因为说 你扮我们 你用制评专案 扮我们黑道弟兄 这第一个不爽了 第二个是说 我们过去曾经浮选过你 诶 这个你过河拆桥 安疆仇报啊 那那个过程是怎么样 就是在 李前总统 当时1996年 是第一次 直选总统嘛 那时候就说 透过议会系统 那秦冒松 还有包括当时的议长 陈建志 后来陈建志去认了 说黑道弟兄 他跟他聚会两次 是有吃饭 不过就是吃饭 那当时候这个白狼 张安能先生就说 当时可是你们出面 邀请我们替李前总统 李总统啊 扶选的 所以陈建志为了要帮李登辉 拉票 对 见了白狼两次 是 齐茂松当时没有回应 齐茂松也是非常资深的 一位这个市议员 那陈建志说有 吃了两次饭 那就是说 张安能先生说 你们请我们出来 为这个李总统服选 我们也有情有义 我们也挺下去了 那后来呢 你竟然一上任 你520就职 你8月就搞这个自评专案 这怎么回事 那黑道会想说 因为这样子就记恨了 怎么说你这个天下 我也有帮你打天下嘛 对 那因为 那现在嫌我们丑了 嫌我们黑了 对不对 好 那就这样子 怎么报复李前总统呢 在普京饭店里面 二十几个人商议说 那我们 就找李坤仪下手 李坤仪 对 就是说 大家要暗杀李坤仪 对 那时候有三个方案 第二个方案 就是针对这个廖正豪了 那我们先讲李坤仪 李坤仪呢 因为这个联考没考好 就说只能读这个私立学校 后来家人呢 就商议说 干脆把他送出国 因为每一次在学 这个台湾考联考 那个美光灯一直照一直照 那心理也受这个伤害 那所以呢 就把他送到这个国外 当时候的文件会主委是郑淑敏 那由他跟当时候的这个外交部长 简佑 应该是祝英的这个代表简佑星 他们两个互送 然后张岳云陪着李坤仪一起到瑞士 瑞士去读一所学校到现在 你查骗任何的一个资料库 都没有讲是哪一所学校 都在猜那时候我在线上 请我们的海外特派员猜 就到底是这一所还是那一所 都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这个揭晓 那时候就只知道是在日内瓦郊区 就离日内瓦半个小时的车程的 一所国际学校 里面有八个华人 偏巧里面还有 陈其里的儿子 应该是陈楚和 如果照这样算的话 所以陈其里的儿子也在八个里面 陈其里坤以前陈楚和同校过 同校 然后他们是讲的怎么样呢 就是呢要针对这个李坤一下手的原因 是因为他没有随护保护 他没有维安 对 后来国安局长也证实说 他没有维安人在旁边 那好下手 可是呢在那场会议里面 有些大哥讲话 李坤一又不是李登辉 我们政府做这个事情 也不是李坤一干的 他也没有插手 他不过是小女生 我们做大哥的 我们如果因为这样 就对这个李坤一不利 我们脸往哪里割啊 我们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 好啦 后来就 李坤一就逃过一劫了 所以 从头到尾就有计划没有行动 对 但是呢 这个是 真的有这件事情 董念台他那时候在现场 他后来也 直接当面跟我讲 我那听了非常的讶异 你知道吗 那后来呢 这个事情后来董念台爆料 他后来写在他的书里面 李坤一纵死已经离开瑞士 他那时候在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念EMBA 那时候李总很紧张啊 就特别的加强李坤一他的安全维护 那这中间就说到底读哪所学校 或者他在哪个行脚在哪里读书 都对外保密 那廖正豪就比较直接了 你知道他们有一个一二三计划 廖正豪有一个一二三计划 对 他们想雇用职业杀手 从中国大陆过到金门到台湾 直接也是把这个廖正豪 双双之后再原路回去 从台湾再过到金门 再这个到中国大陆去 他们叫做一二三计划 一就是大陆 二就是金门 三就是台湾 一二三然后回程的时候 三二一 一二三到台湾 三二一回大陆 对那我们就看廖正豪好端端的嘛 就这个计划后来也是没有付出实行 可是廖正豪你再去问他 他那时候真的是有接到相关的 要刺刹那的这个讯息 好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陈佩琪压力那么大了 就说陈佩琪这两天 因为有人威胁到柯P的生命安全 柯P是蛮有价值的啦 他没在怕 但是做他老婆做他家人的 压力很大 甚至妈妈讲的嘛 对对 可妈妈说哎呦那是这样 我感觉一等去做疑心就好了 佩琪还因为这样落泪了 甚至还请了长假 所以对家人而言 确实压力非常非常之大 不过对政治人而言 这条红线应该放在哪里 这个拿捏很重要 小玉 你是踢爆双子星世纪大骗局的 那个小虾米 我要问一下 因为双子星里面也是黑影床床 大家那时候传出陈宏道有一个角色 是 那我就真的搞不清楚 郝龙斌跟陈宏道他们之间 又维持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好 陈宏道呢他一向跟我讲说 小玉你千万不要叫我红道 黑道 因为我叫红道 你要叫陈宏道 不是红道 不是黑道 我说我从来没叫过你黑道啊 大概就是那个林月图啊 还有那个 还有那个 并小薇 说他 叫他是黑道 我从来没叫过他是黑道啊 说实在他们 刚开始组成这个团体的时候呢 我看到里面有贾二庆 贾二庆 是陈宏道的手下 陈宏道下面有贾二庆 贾二庆是谁 贾二庆就是 官华投资下面有个 有个起胜建设的董事长 那我们地主在88年的时候呢 有被他召集过一次 说他要来盖二十六层的山 那时候还没有双子星 是二十六层的山 在同一个地点 双子星的同一个地点 要盖二十六层的山 双子星 所以当时他们这一组人啊 组合的时候 我觉得哇 都是我们所谓的泪鬼啊 因为贾二庆是谁 贾二庆是 那个中投里面的党一 国民党的党一事业的 那个起胜建设的老板之外呢 他还是捷运局第一任的 联合开发处的处长 哦 所以大众捷运土地开发法 是他制定的 反正他是捷运邦啊 对他就是内鬼 这属于绝对的内鬼 所以当贾二庆出来 然后又出现一个叫赖斯森嘛 是 我觉得他们这一组人会成功 我们地主都在观察嘛 那你们地主有跟他合作吗 因为内鬼传不出来了 内鬼 所以我今天昨天 说实在 我见到科幣第一个号 就说 林志说 除弊交给我们这个 那个 联政委委会 那行李交给你 我说不除弊怎么行李啊 对不对 你这些内鬼都还在嘛 这些鬼现在还在哦 还在 像检局局长 当时的局 检局的开发处的处长 林勋杰啊 对不对 科长啊 朱正凡啊 这些都是啊 我讲内鬼 我跟你讲 当时17个评审 还有检局 联合开发处处长科长 跟正峰市 我跟你讲 我跟小薇讲的人 都一模一样 都是鬼 那你们没有对过 那这些人都在啊 那所以我们 我们要资料料得到吗 我 我科幣也不知道 资料在哪里啊 所以 但是我不信啊 我觉得 我觉得 人在坐天在看嘛 那后来呢 后来这一组人 找你们 你们有合作吗 这一组人 就跟我们地主讲说 他们要做嘛 那他把我们地主各个叫去说 要跟我们谈分配比嘛 就我们没有一个人答应他嘛 没有一个人同意他的 分配条件 因为我们都认为他不可能 嗯 因为他他办公室就像一个 一般的公寓嘛 我们都不认为 就是怪怪的嘛 那公司看起来是怪怪的 不是他不像 不像是做这么大案子的人嘛 嗯 所以没有人跟他签约嘛 啊 结果后来他就 他就他就他就 他就突然有一天 贾二庆跟陈鸿道 拿了一份叫我去检举好龙兵 陈鸿道和贾二庆竟然叫小薇去检举好龙兵 他一直叫我去告他 到底事情的发展如何呢 还叫我告他 我们经常说 都在行啊来的人 才知道这条行啊怎么走 杨慧如在前两天被质疑 是政治蟑螂的时候 大家记不记得他怎么讲 他说如果我是蟑螂 那柯B身边的牛鬼蛇身 蟑螂太多了 没错 到底那些蟑螂是谁呢 休息会之后来告诉你 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很惊悚的讲 二庆你不是说他是联开处处长吗 对 但他拿资料叫你告好龙兵啊 对 然后那个资料非常的聪动 我们地主马上紧急开会 因为我们私地主有个权益出境会 政府官员 我们马上开会 政府官员叫私地主去告台北市市长 对 没有他已经退休了 他那时候已经退休了 他不是他是第一任的那个开发处处长 但是还是很惊悚啊 对 然后然后我们马上开会以后 我们就发函给所有的议员 说因为他的标头是什么 军系太子帮复辟 军系太子帮复辟 军系太子帮就是指什么 郝伯春的儿子郝龙兵 赖明汤的儿子来师生 复辟在在搞这个案子 可是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合作啊 那时候他把赖世生跟郝龙兵是一起的 跟陈宏道完全不挂钩 那陈宏道是令我们地主去 陈宏道贾二庆是一挂 赖世生郝龙兵是另外一挂 然后陈宏道贾二庆这一挂 叫你去告郝龙兵 他令我们地主去告他们 去攻击他们 因为我们看的也很细啊 他那个说军系太子帮复辟以后 还说郝龙兵跟赖世生呢 跑去日本找Money了 这件事后来证实是真的 而且都勾结好 这本来就真的嘛 这本来就真的 但是我跟你讲 我的日本朋友跟我讲 他们根本都没有进到Money里面 只在Money公司外面的咖啡厅 然后被呼隆了啦 那根本这都是假的嘛 因为他们根本Money 我有查过Money 假参访真勾结 对但是Money哦 他在那个大陆的上海的102 损失很大 而且他在那个金融上 是没有钱投资台湾的 我有查过 所以Money从头到尾 没有要投资台湾 但是他对协助我们台湾建 我们这个Twin Tower 是非常的有兴趣 小宇讲的就是森集团 对森集团 对 台湾班森集团 好那现在我们现在再拉回来 就说好那结果呢 所以他们一开始是对立的哦 他们开始是对立的哦 结果我们这个检举函 我就发函给全部的议员嘛 是 结果李瑞图啊 王世坚啊 就跳起来了嘛 然后就找我们了 你给王世坚就对了 他是大炮 结果他们一看不得了 结果呢 这个 你们知道有个发言人王佑仁吗 有 王佑仁 王佑仁呢 他跟这个 那个 何月如啊 跟这个赖世生呢 就跑去找那个成功道 说 我们两个不要对打 我们合作好不好 合作 就是说 他们谈好合作 就变成 本来两个是对立的 那结果我们这样子 一发那个检举函出去以后呢 他们两个变成合作起来了 敌人变朋友 所以这个事情就没有爆发 就是我们检举太子方复辟 这个事情就没有爆发 所以他们本来是敌人 他本来要检举他 后来变成朋友 对对对 那变成朋友之间一定有条件交换啊 当然啊 怎么可能 不难改革 现在要握手言和 甚至要变麻吉 这中间怎么可能有利益交换呢 所以我现在还在想要 那他不是投审会有进来一个50亿吗 是不是 你们都还记得吧 记得 投审有进来一个50亿 这50亿还是还是说确定的有进来哦 那钱到哪去了 所以外传的黑道成红道 本来是要告好龙斌的 后来变成好龙斌的好朋友 那你就知道 跟黑道直接的相处啊 真的是要有点黏不能太黏 叫做中心米 对不对啊 对不对 如果太黏会出事啊 好 不过说到好龙斌啊 好龙斌现在有一个外号最红 叫做好绘花 对不对 他现在叫做好绘花嘛 不是 我给你讲他绘花的程度 因为现在柯文哲在抓什么四大案五大案 可是有一个东西 其实我一直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大钱 可能就叫做四大运 因为当时四大运 我想很多现在台北市政府在讲说 那我们都污名化台北四大 那个四大运什么的 我给各位看哦 这个是四大运他们原先的这个计划书 里面300多页的计划书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金建会 对他这个时候台北市政府提出计划的 质询的那个状况 你看这里面 他里面清清楚楚写 写什么 来 大哥帮我配合一下 本计划高达四百二十五亿元 这金建会说的呢 不是我们自己在这乎没说 结果你知道他后来东扣西扣 把这些东西 我讲说不是扣 叫东挪西挪 挪到别的地方去之后 感觉上经费说 变成一百九十八点五亿 我知道 因为有一部分中央买单 像宣守村嘛 对嘛 那你这个东西 你要怎么解释 而且我更跟你讲 更夸张是什么 他在那个所谓宣传的部分 更夸张 行销的费用呢 我再给各位看哦 在这里面行销费用他怎么编列呢 他说这个那个金费呢 需要到计划领域金费 要六十亿 然后其中呢 有行销的到十五点三二亿 然后人力需求八百三十人 平均多少钱 平均一个人花掉 每年花一百零二万左右 在这边编预算 你知道预算夸张到什么程度 之前卢貝松 不是来台湾拍片嘛 拍那个Lucy嘛 喔Lucy 你知道那个片喔 其实我说实话啦 全世界大家都希望 争取大陶宴到我自己的城市来 那我想争取大陶宴到台北来拍片 我就补助他 其实都会有嘛 你像画面上面所看到的就是 Lucy那个当时 不是她来台北取景嘛 你有沒有现在看到 那个时候 在台北街头的时候拍进去 我们当时台北市政府补助了 三千七百五十万说 欢迎你来拍 可是有一千万用到的是什么 世大运的预算 他的讲码就是说我要行销 可是你知道吗 他居然出现什么 他先出现一个短暂的一个台北市大 2017什么台北市大运的那个 好来 画面上我们来看 现在手上拿的包包这个也是 Lucy背的这个包包 就是我们花三千七百五十万置入的 没错 那这个里面是一个 来 这个logo在画面上 来 左边你们看到 红色圈起来 台北2017市大运 就这个一秒钟 两秒钟 三秒钟 3.4秒钟 很短的时间就过去了 三千七百五十万 消气啊 对 但是里面有一千万呢 是用到市大运的预算 我说真的 刚刚那个包包出现 我还真的看不清楚上面有什么字 那是一个台北体育学院的包包 那后来官员回答讲说 不不不 我跟你说 我们也是让全世界看见 就这个包包 我们让全世界看见台北嘛 慢慢的就行销 你确定全世界有 有地标什么的 等一下 你确定全世界有 因为这样看见台北吗 最少台北市政府是这么认为的 当时台北市政府是这么认为的 而且我在跟你讲 你知道市大运开闭幕 编累多少钱吗 2亿 当时金建会也特别提出质疑 说你花2亿会会太多吗 当然啊 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 他说我这个是很重要的比赛 别人花的我比起来 我跟你講他里面原文真的太夸张 他直接跟你讲说 我觉得我没有花的比较少 所以当时金建会跟他提出来说 你2亿太多要不要检讨的时候 你知道他怎么最后编多少吗 我印象中编到2亿8千多万 他反而还给你涨价你知道吗 你不要觉得这个太过离谱喔 他说呢你的场馆整修费用高达53.6亿元 去整修61处的场馆 那结果呢跟他讲说你必须要去核实去查一下 你到底应该要怎么去编列预算 我现在手上所拿的这一大碟呢 就是台北这个市大运喔 他们所编出来的所谓的预算书 包含各个场馆整修的 我跟你讲啊 这里面最好笑的是什么你知道 我先给各位看一下这个 我特别把它叠起来 大家帮我看一下画面上的这边 这几排的数字 你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对一下 所有的数字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那这就同一份去copy的不是吗 不是同一份 为什么 你给大家看一下这边 这个是什么地方 这个是第一板桥运动场的整修工程 对不对 你看这个总价是多少 全部是一亿五千万喔 总价全部是一亿五千万 然后这一张是什么 这张是板桥运动场的 这一张是什么 新竹体育场的 这一张是国立体育大学田径场的 所有的单价全部一样 总价都一样 哎呦 怎么那么多 你去现场看看是什么 我跟你讲 我现在手上这一叠是一亿五千万的喔 所以他们只要把那个item改一下就好了吗 我手上这一叠是八千万的 一样 你所有都找得到 这边的数字全部一样 太夸张了 总价全部一样 只有地点不同 好我再给各位做一个统计 你知道吗 如果是按照他四千万的 统一四千万整修的 像这种类型的 有十个场馆 六千万整修的 单价都一样喔 有时候小小变一下 有十七个地方 八千万的有十五个地方 其他都是破亿的 你说他不是乱花钱吗 当然是乱花钱啊 那你这个到底计划书 你是怎么审核过的 你敢不敢看 我刚才大哥再take一下这一个 所有的单价全部一样 这一排全部都一样 我随便拿五张 你可以看到都一样喔 所以看起来 他那个报表啊 就上面只要改个地点 有没有 其他都照应就好了 所以你说你花了五十三点留意 他连作弊都懒惰 你就知道这种人 花了五十三点 所以大家都讲说 你去盖那个什么游泳池 变成什么蚊子管 或什么 我跟你讲 这真的这一大跌 六十一处场馆那个 问题真的非常多 是当做人不知道 什么叫做四大运吗 人家韩国也办了四大运才刚办完 不是吗 来观众朋友 韩国的物价比我们贵喔 物价比我们贵喔 我们把韩国花的钱 换算成新台币来 告诉观众朋友 我们的场馆花一百零八亿 韩国花三十九亿 所以换句话 我们是韩国的二点八倍 我们的行销花七点四亿 韩国花一点九亿 我们是韩国的三点九倍 平均每个老百姓 因为四大运呢 要花八百六十一块 人家韩国老百姓 平均一个人负担一百七十七块 换句话也就是说我们是 韩国老百姓的四点九倍 难怪他叫好会花 而这样的四大运 不被柯PK破头才怪 难怪柯P看到那个选手尊气炸了 十二天花二十六一 这集是怎么开的 据说因为这样 杨忠和不干了 因为杨忠和觉得说 开会的时候你也没说有问题 就到现场给我洗脸 在现场那么多媒体之前 给我开炮 有够没面子 我不想做 这属性啊 因为杨忠和跟他做报告 是书面资料 那时候柯P没有提出意见 没有意见 柯P到了林口去看现场 整个都飙起来了 不然那个就是 他没有经验 他没有经验 他没有体会那个是什么 后来杨忠和坦白讲 也折中接受部分意见 比如说他在餐厅 说要改成帐篷 说这样可以省 近三亿 我是听他讲的 但是杨忠和 请辞的内幕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难道只是因为没有面子吗 不是啊 在今天媒体踢爆 他自己讲 他说第一个原因 叫做底下的人给的资讯不正确 媒体下了一个标 叫做幕僚搞鬼 第二个他说认知有差距 意思就是 柯P你不专业 又不尊重我 第三个就讲被洗脸嘛 没面子 幕僚搞鬼嘛 我跟你说我们 我们体育 体委会 我带过体委会 大概分成三个部门 竞技处是培养选手的 这个没有争议 全民运动处 大概有73个运动协会 那就是我们那些保障的 最可怕就是运动设施处 等会我再来讲运动设施处 但是幕僚搞鬼这件事 我一定要搞清楚 因为刚刚小玉也说 那些鬼都还在市府里头 我来问一下吴议员 是 他身边真的有很多鬼嘛 就是这一次嘛 对不对 对不对 那时候媒体还呛你嘛 不是媒体 是这个科匹的这个新闻幕僚 科匹的新闻幕僚 到底做了什么 竟然不认识议员嘛 我们休息一会儿之后 再来告诉你 接下来节目现场 所以议员为什么 你跟市长要沟通 还要在那样的场合去沟通 为什么 说实在机会很难得啦 我们常常在市长 我们看到科匹也常常是在电视上看到 我们要跟他见面 那你可以打1999吗 他们会帮你借给他吗 应该议员没有这样子 要跟市长见面的啦 这样他没面子 对 我们本来议会是要开临时会 但是很多议员觉得说太早开 他不愿意来签到 所以就留会了 没有办法开 那天呛你说 这是媒体时间耶 不是你发话的时间 那是谁 那个是后来了解 是科匹的新闻助理 那当时也很多这个媒体 后来跟我讲说 哦 说这个吴议员谢谢你 所以我们在跟着科匹选举的时候 就吃过很多苦头 那个年轻人对记者 对记者会的掌握非常的强势 对 所以那些年轻人 对于现场的状况的掌控非常强势 非常强势 那你是议员他认识吗 看起来不认识 因为他叫你大哥 因为他叫我大哥 对啊 你看起来没有很像大哥耶 我觉得 我看了他一眼我想说 刚才吴议员以前也做过主播耶 你知道吗 你是我们同行耶 他也是个帅哥耶 他那个小朋友不知道怎么称呼啦 他没有 他不是那个意思 不是那个大哥的意思 我跟你讲 小朋友太年轻了 不知道 吴议员以前还做过主播呢 对啊 我就想说 哇 我当议员已经选第五届了 很少人叫我大哥 那因为我当时就是前两天才接到这个 有一些上班族对于他说 未来要推动所有的停车阁 都要收停车费的事情 那这个 所以你要去反映这件事好 对 那你们现在沟通的管道畅通吗 我们不要讲那个时候啦 那时候一堆九斤嘛 可能百费待举 就像他说的 那现在呢 那不是针对文山区啦 主要 现在 现在自从我们那一次 沟通的管道 那一次跟这个科毕当面这样子提议之后 他当场的反应 他说很好啊 他说我们也 也应该要跟这个国民党的党团来见面 所以你们后来有见面了吗 他们 没有 他们这个跟民进党党团已经都已经见面过了 所以跟你们党团还没见过面 跟我们党团还没有见面 那 那有在安排中吗 有 有跟我们接触 那我们也是希望说要透过党团来安排嘛 那党团里面就有不同的意见 觉得说 有的人觉得说 现在 因为他刚上任 然后也是 所以是你们这边搅不搅 还是他们那边搅不搅 比如他们那边一直拖拖拉拉不安排 还是你们自己党团里头 有意见很多 为什么要跟他们去面 那怎么就跟你说 有可能啊 所以到底是哪边出问题 党团里面有人要见 那有人觉得说现在还太早 所以你们国民党自己敲不平嘛 我们希望说 听我们的意见没有错啦 但是这个的确要透过党团来安排 也不宜说私底下个别的议员 所以听起来 国民党里面内部还很分歧啦 所以没有办法 有音派有歌派啦 有音派有歌派啦 但是可不可以身边团队的人 也要把议员的那个照片拿去对一下啦 对不对齁 林二明一定认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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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是其他人不见得认识 那也是其他人不见得认识 其他人不见得认识啦 其他人不见得认识啦 那不见得每个人都认识 回来回来回来讲啦 来杨忠和辞职内幕 不啦因为齁 体育界一年预算大概只有40 杨忠和辞职真的只是因为没面子吗 还是因为他觉得客币是外行 不当然他认为他是外行 好 那他说幕僚搞鬼 有幕僚搞鬼这件事吗 其实我们刚刚谈的都是他身边的人 身边的人包括什么 包括他自己带经约的人 包括原来好市府的人 身边人真的有鬼吗 我去鬼那里给你听啦 比如说科币去拆中下西路 实际上只花440万嘛 对 好龙斌一开始估计是2000万 那就是公务局报给他的嘛 好龙斌怎么会知道是2000万 因为科币凡事都不是按照 不是叫你体制内报给我 对 所以他当然会有不一样的估算方式 嗯 比如说我记得啦 比如说最近不是爆出杨慧如那个事 就是那个八百万件事 蟑螂 小强 他就说杨慧如你怎么这么贵 你后来报账就是花了八百万 那个还报名费1000块 杨慧如后来就接受采访 就是这个活动嘛 这个万人见走活动 那时候被爆出说 是不是杨慧如是蟑螂 是不是政治蟑螂 对不对 因为他是被转包嘛 对 然后据媒体的说法啦 杨慧如自己不承认啦 据媒体的说法 科币把杨慧如列入 永不录用黑名单 所以转包给杨慧如 科币很生气 当然不是因为这个人而已啦 包括那个价格可能 超乎他的预期 对 超乎他的预期 杨慧如接受采访他怎么说 你知道 他说他看到 科币里面有人本来要报价 结果是到了两三倍 所以杨慧如上我们节目 他自己讲 他说科币身边 他可能党人财入 蟑螂更多 他可能党人财入 他说蟑螂更多啦 不对 所以我从这里就回到我们 我不知道你意思是说他说得到 还是 不 当然是 科币身边什么人都有嘛 嗯 我当然说1985 刘灵伟他们那一群人 是最清白的啦 可是有很多是长期 在帮人家选举的嘛 当然双棋当然有人想财双棋子嘛 嗯 这个是合理的推估啦 所以我就跟你说 所以八千七百万 暴增到一亿三千万嘛 对 而且是在最后两个月 你知道他四月到十月 最后一个月 最后一个月 我跟你讲他四月到十月 再开多少 再开五千万呢 所以那时候你想要关葬 因为说 嗯 啊现在要还存三千多万 只有一个月嘛 一定怎么也有够开了 算说买公告 拍广告 都一定有够嘛 这就是我说洋中和的 欢乐的地方 结果 他自己都顾算错误 结果算了 人家带小招来 诶 这也要称款 那也要称款 够五六千万嘛 今天死人 一股的够五六千万 那是怎样 我跟你讲喔 那我们就回到 不再其位 那叫什么 不谋其利 预期作废 对不对 乖乖乖乖乖乖 乖乖乖乖乖乖乖 10月29号马上就要结束了 那我们就回到体育界嘛 嗯 现在故事可以转回来 哈哈 因为体委会预算只有40亿嘛 所以只要有国际大赛事喔 就大家拚也要出帚时 因為有油水 不然你要想看看 四十億 四大一定是四百億 大家都想要蓋我的場館 對不對 譬如說這次後來定案的是 網球中心跟籃球館 要蓋世界級的 那就表示說 網球界跟籃球界贏了 不然要蓋你們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在運動設施的部分 這個網球場蓋在我家那個附近 網球場是和平國小的 是和平國小的 籃球館 做決賽的 而且還沒有做決賽 我們四七那裡 那我就跟你講 因為體育界進行繁殖非常嚴重 所以到最後都會 什麼人的學生 什麼人的老鼠 什麼人的朋友 戴俠琳他弟弟 他有戴俠琳體系 對不對 他在大專體種當採購 他現在來世大運當採購 所以他們都是一個人 然後他的報價 大概就是體育界 長期以來認為合理的價格 你聽到嗎 譬如說 郝隆斌怎麼會補兩千萬 柯碧是這個做得多 才440萬 好我們選擇委員 最後要來告訴您 在柯市府裡頭 是不是還是有 我們所不知道的黑暗力量 而這個黑暗力量 到底有多大 廉政委員會成立了 一個沒有武器的廉政委員會 真的能夠速攤嗎 等回來再討論 最後要來節目現場 在選舉的時候 柯碧說他自己是 白色的力量 對 然後選完之後叫做白目的力量 但是白目的力量也好 白色的力量也好 能夠對抗 目前在市府裡的黑暗力量嗎 所以我說素人嘛 既然既然體育界對不對 我們說體育界 我們洋宗河做雷 他不是修六十幾個場館要修嗎 是啊 就有人來包 要鋪草皮 對 洋宗河就想要升級 其實這個人很高級 他就說用真實草皮1.4億 可以做了 就是天然草皮 對 禮拜的人要用人造草皮 他花14億 不要炒他 10倍 後來這個到哪裡 蛤 後來同意用人造草皮喔 這個還是在柯碧上任之後 所以我是要跟你說什麼 你知道嗎 蛤皮知道嗎 1.4億變14億 他一定不知道 一定不知道 可是問題是 那個人就聲稱 那蛤皮要看電視啊 不知道沒有關係 要看電視啊 沒有 我知道 但是楊宗河那個過程 就是那個人比他有百苦 就是這樣 人家也會自稱 有楊宗河是不會這麼老的 所以楊宗河是不是 不想在裡頭成為 同流合物的分敗結構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還是怎樣 這是舊草皮的部分 你剛剛這個可以節省 但是不要看著柯碧 連選手我存26億他都有意見 那就不想說你對公務局 兩千萬你要 你要賺到四百四十萬嘛 是 你如果對公務局以後 每一筆你都要看 世音場館是明年年底要驗收 你們現在所有的東西 體育界的人可能都包出去了 柯碧每一筆都要看 那是要怎麼做 那就不要了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因為都是這個人 我沒有說這個對 那我們不能重新發包嗎 那不能用那個1.41的嗎 我給你保證整個都開火 所以我不是說這個對 我知道了 我設施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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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你都知道 我是你說當這個素人 進來這個體育圈 這個因為有時間壓力 這個像我剛剛講公務局那個case一樣 440萬給你補2000萬 那沒有說這個被你抓到 對 那以後公務局每個案子你都去抓 嗯 我跟你說那雞飛狗跳 啊 可是台北市就是這樣的一個運作模式 所以楊宗和他想想 夭壽 那浩隆民是本家幾本家 四百二十五億 那你柯比不是要刷到多歲 你知道嗎 那問題是你那個國際那個承諾是 照四百億那個去承諾的啊 那你到底要怎麼做啦 國際也不會管你的賬是花多少錢 他只要看到有該有的償款就好了 我知道 那你如果四十億要怎麼棄起來 他管理 問題是很多都包出來 那可是他不知道 柯比會不會來一個一個看 那可能都不能見人嘛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我知道 就見面都說夭壽怎麼這麼貴 怎麼這麼貴 就是這樣嘛 好 剛才真的你是說 夭壽喔 怎麼這個這麼貴 那個這麼貴對不對 是啊 我跟你說有的東西是 夭壽喔 怎麼這個這麼燙 那個這麼燙 這樣就做人 這樣就不用全力經 我們知道這個郝龍斌旁邊 有三位副市長 跟我們最近講的五大案 十大案 或是八十二個連開案 他們其實都有分工的 像美和寺為首的 這個連開案 說分工是好聽 三個副市長分工 好 林從一 美和寺這邊 是不是叫分地盤啊 對 真的嗎 跟歐島一樣嘛 政府就是全台灣最大歐島嘛 他們分地盤 這塊是我的 你不可以插毛 那塊是他的 你不可以插毛 那世大運裡面 就是副市長 這個丁廷宇負責的 世大運是丁廷宇 對 然後我們又看到文創 或是你廣義的文化 這就是自以為 或是號稱自己 非常懂的 兩岸文創的 李永平副市長的時期 那今天就在談 都忘記了 他之前還當文化局局長啊 所以我們就今天看一個案子來比較 松菸文創 跟另外一個A25案 這兩個案子都是富邦 前面那個A25案 他是富邦仁壽 那我們後面是富邦文創 那兩個案子呢 各地 占地 這個 畫面上這就是A25 A25 就在信義計劃區 對 他在松永路跟松高路口 那也是 是非常黃金地段 對 觀眾朋友你只要聽到松 你也知道 他那個地段不得了 除了松江路之外 只要松什麼松什麼 松什麼 那都是不得了 在信義計劃區的 對 那A25案呢 他是一個地上全案 他是有富邦仁壽出來投標的 那我們不管 我們就拿來跟松菸 這個富邦文創來比 變是富邦 對 A25是1.8公頃 占地 那松菸是1.2公頃 那應該是占地廣的 我繳的這個全力基因 租金 我又貴又多才對的 對不對 對 因為他土地也比金華 另外那個松菸在 光戶南路跟中校東路口 你照理說松字頭絕對比 我們光戶南路這個 對松字頭到你光字頭厲害 結果呢 全力基因A25這個案子是 273億 那松菸這邊呢 就算是我採取最高標 是富邦自己報的 37億 那在這個全數的比例 而且人家是兩年就繳完 在簽約前繳100億 一年內 拿到這個標案 一年內你要把尾款付掉 273億 兩年不到就繳掉了 A25 對A25是這樣 那我們的松菸呢 有開發全力基因跟營運全力基因 開發全力基因是前五年繳 那營運的全力基因 是分16起繳 一次是7300萬 因為我來來了 我來講一下我知道原因 因為人家那是做文化 BOT 做文化呢 非常難賺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人家那是BOT BOT50年後要還給政府 所以我現在去的 是提政府去的 好 如果按照比例來說的話 松菸文創他應該要繳 全力基多少 182億啊 所以就是松菸文創 如果用A25的比例來算 對 182億 182億 那我們就看到租金 我們建租給松菸對不對 我們還要花股基維護費 然後幫他開路 這個零零總總就加起來就10億了 而且經濟部每年都還要編2億 幫他維護這個股基區 那可是呢你如果按照租金來相比的 A25他每年是2億 那松菸是50年16億 哇差那麼多 楊師兄換算是每一坪每個月 他只要付71.4元 那比較不一樣 為什麼一樣的是富邦的案子 為什麼兩個 一個是採取地上權 一個是BOT 為什麼呢 八百十八歲大小小 一定是有吃鐵骨文工膳嘛 所以鐵骨文工膳就是李永平會不會 一邊是財政局主導的 一邊也有財政局 但多了一個文化局 那時候李永平是文化局局長 他後來被問到說 你們在講的那些所有東西 我後來去當副市長了 那一段應該不是我 那我要告訴大家 那一段 副市長也有份 因為剛剛講了他們 所以松菸這一段 他其實是有參與 而且 這個案子的 這個當初的整個籌劃 是李永平負責的 逃不掉 那我們看到 07年的松菸遠隔專案小組 當時候針對 到底是採BOT還是地上權 那個會議紀錄不見了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那我們看到 這個當時候的 這個當時候的 原本反而有20家要參加這個松菸 結果後來呢 裡面有人放炮 因為他們在一開始就發現了 我以成品當時候 吳清禾董長 他講說你們這個案子 根本就是要蓋商業大樓 你們一開始 吳清禾就知道了 對 其實他那個 有一個會議上炮聲龍龍 你去看 吳清禾這個談話 在Google上面都有 那時候就放炮 所以一一的退出 當初是誰立下了一個說 我們就是要BOT 我們就是要資本額3億的 這樣一個入場券 那時候你一定要限制說 有資本額是3億的公司 你才能夠進場去標 那這樣子的話 也有一些這種團體 但是這個遊戲規則是 李永明定的嗎 李永明定的啊 而且你去看喔 他轄下後來是以民間身份 因為他後來辭掉了副市長 他還去掌控這個文化基金會 而且文化基金會的裡面的 這些喔 這個他負責的這個區 有五個都是排名前十大 虧損的 而他的這個養人跟養的預算 也所謂不是動輒都上億了 超過一億的 這樣一個規模 所以後任的文化局長 去上任了 他是民間人士 他做一個文化基金會的 這樣一個董事長 那師傅的文化局長 還要在他下面去做 文化基金會的執行長 人家不幹 後來是副局長去幹了 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執行長的這個位置 那那個消失的會議紀錄呢 楊翠秋一直在追啊 怎麼會有會議紀錄 不見這種事呢 對 這些零零種種 這些 就設定上面 其實他就好像 人家這個議員旨意的 是不是為某個財團 量身打造 這個你看這個太圖力太多了 我覺得以後市府的會議室 一定要裝一個監視器 以後直接拍一拍就好了 不然好可怕 會議紀錄會不見耶 因為他們就說這是BOT嘛 所以645%是文創 35%是商業設施 用這樣來幫自己 用這個理由 可是什麼叫文創 富邦喔 就發文到經濟部去請求解釋 叫台灣大哥大耳這數位內容 數位文創 婚禮喔 說這也合作文化啦 婚禮 迷俗文創 都一次啦 你便宿啦 帶一個什麼 什麼 生活文創 那都是啦 文創旅館什麼什麼什麼 後來通通都列入 所以這個65%已經失去原意了 我跟你講喔 原先設計是八成的文創耶 八成耶 如果設計只有兩成 後來怎麼改變的 這是一個問題 我覺得重點是 放大哥大八成六成五七成 意思都一樣 意思都很換 剛剛喔 兩位已經討論出一個真正的 內鬼的問題喔 嗯 你剛剛提到兩個 BOT跟地上權 有什麼差別 A25之前是BOT案喔 它在2013年8月4號是BOT案喔 喔它是BOT案喔 BOT案 後來經過2014年3月12號 改變成地上權案 差別在哪裡 因為你如果用BOT受險來投資的時候 他的停車場跟商業設施 就是必須要有一個另外一個契約 叫委外契約 嗯 所以BOT限制的受險公司去投標 但是設成地上權 就沒有這些 沒有這些東西了 受險的 忽然哇 雨過天晴 所以A25在A25在為什麼 為什麼 我們要調出紀錄 為什麼說BOT改成地上權 而且在一年之內 完全什麼 遊戲規則完全變了 這麼大塊的土地 請問你告訴我說 它遊戲規則變 理由是什麼 請去調會議紀錄出來 這才是重點 這沒有啦就消失啦 真的真的真的 這才重點 既觀藏在層口 對 既重表演過 不怪我們已經報到 都這樣說 我來如此 小玉 我聽到這麼多以後 我就想說 像 我就想說我不要編到美和氏主了 我要去送燕族 這樣 你是編到美和氏主嘛 對不對 其實昨天我們五個大弊案 那我們有人提出來說 我們要趕快查這個副邦 還有士大運 要趕快查說 因為這也是絕大的弊案 所以柯壁就說 我們趕快三個月之內 把這五大弊案 所以剛剛大家都很擔心 我們這些委員 問題是你們沒有武器 對 可能英雄用武之地 我們昨天 你沒有偵察權 沒有調查權 對 安妮發言很多 就在吵這個 說那我們是什麼 我們也沒有司法權 也沒有發言權 也沒有調查權 假設 假設 你今天說我要查案子 我要去問一下 遠雄的財務長 可不可以 不行啊 遠雄也不瞄你啊 對啊 那些離職的 捷運幫的 我要去問一下 行不行啊 誰瞄你 可能連內部要調文件都有困 你們內部調文件 現在調得到嗎 我很擔心啊 我非常擔心 因為以前我們跟 不管是我或者任何議員 要去調文 調任何一張紙 我記得很清楚 那個靈海開發處長 是斜眼看我們的 這個絕對機密 不可以 絕對機密 包括昨天我們開會 我們也提這個問題 我們說 萬一調不到資料 因為你科皮也不知道 資料在哪裡 萬一調不到呢 結果那個 既然有個內部的 官員回答我們說 如果都這樣子搞的話 以後BUT沒有人會來投標了 是現場嗎 在這裡搶就對了 那官員是 研究委員會裡面的委員嗎 是研究委員會的委員嗎 因為裡頭也有官方的 我不知道他 他是不是官方的研究 因為昨天工作人員蠻多的 那個鼓掌啊 處掌 科掌也蠻多 所以我不知道是哪一個人 因為我不認識他 但是他講這個的時候 我心一寒 我覺得你們還是那副 那副態度 那種想法 那我非常生氣 但是我覺得我很有信心 我們其他委員會說 今天我們既然來了嘛 對不對 我們來這裡 反正我們發現問題 我們就移送 你確定嗎 你確定辦得下去嗎 我記得 小玉你說你之前 要去捷運局的時候 他們還關燈啊 還可以用這一招啊 他們怎麼關燈 那次怎樣 到現在新聞都還可以調出來啊 就是因為你記得 最後一天那個 他那個宣布那個 就是要交保證金那天嘛 對 最後一天晚上12點半 說資金到位有沒有 檢驗局局長說資金到位 還記不記得 12點半那一次 那那一次 那大家說邱大展有問題 邱大展也在場嘛 那次所以才會懷疑邱大展 跟他們有什麼嘛 那我就不信他 因為他們借錢借到我這邊來啦 他錢根本沒有籌到啊 還跟你借錢 他們那時候 十九億抽不出來啊 你就說你要看水單就好啦 那個水單我跟你講 那個何月如啊 真的他這個律師 不知道怎麼當的 那個我就跟他 那個水單我手上有五千多張 那個我們雙子星岸 多少片子在外面騙啊 就是那個國際金融那種 那種什麼存款 你用五千多張 我有五千多張 那就是彩空嘛 我們就彩色彩空 你這樣講的很像佳樂福印的那個 假照片 滿地都有的那種感覺啊 他真的很笨 關燈怎麼回事啊 那個根本就不能變成錢 好了 關燈怎麼回事 關燈好 那結果我就不信嘛 我今天早上 因為我沒有調查權嘛 我就去 因為我是地主啊 我是權力關係人啊 所以我說我們林政委員會 沒有地主怎麼行呢 我們最了解 現身的tone嘛 最了解他們在搞什麼嘛 所以後來我就那個 帶著調查局去那個富邦 就是富邦 他那個賬戶就是富邦嘛 查那個賬戶 所以我們地主知道是哪個賬戶 他強進哪個賬戶 小玉你快點講啊 我時間快到了 那個這個賬戶裡面 沒錢 我就帶著調查局 就衝到 衝回那個檢驗局 那個14樓嘛 結果我就把記者全部叫來啊 然後我說 給你兩條路 一個跟著調查局走 一個就宣佈破局 所以他那天是被我逼的 那為什麼關燈呢 那他趕我走啊 他是關燈趕你走啊 他要趕我走 結果他他看到我把記者就叫來 他趕我走 就記著就說我們有那個採訪權 然後照他關燈的動作 他說不是我關的是 突然整棟大樓停電 他這樣講啊 就讓我想到中立事件 那不是幾十年前的老梗嗎 老梗 那不是老招嗎 中立事件那時候 我就在那個 在新聞上我說 你們檢驗局從頭黑到底嘛 我那天很氣嘛 我說你們從頭黑到底 你們檢驗局 我就罵得很凶 到現在還掉出來這些資料啦 所以我跟你講 我覺得我們國家要翻轉 我不信不行啦 對 你不管怎樣 就我們要出點力嘛 是 所以在柯P剛開始 也沒想到我王小玉啊 不過我跟你講 比較遺憾的是 小玉姐他並沒有在雙子星組 他們抽籤 變楊思秋他專門負責的是 柯P要想要利益迴避 利益迴避 我哪有利益 楊思秋他最專門的 就是 富邦的這個文創的案子 他也不在這個組 馬尹公最專門的是 是美和事 美和事 他也不在那個組 就已經亂了 他們也有抽籤了 是你們現場決定要抽籤了嗎 不是現場 我在柯P真的 他也沒經驗啦 他也不知道要抽籤 你不會告訴我說 連這個分組都iVoting吧 沒有 沒有抽籤 馬尹公就講說監察院 都是用抽籤的 抽籤的 那大家就 好吧那就抽籤 抽籤分案 那結果抽籤其實 本來那個 一個委員他抽到双子星 他覺得我比較適合 他就要讓給我 後來市政府說 我要利益迴避 我說我是受害者 我怎麼叫利益迴避 但是 全台灣有誰比我更了解 双子星嘛 結果不讓我 在双子星這裡面 但是 双子星因為跟美和事的 綁標的人是同一組人 他的模式 他的model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說那我就挑 双子星跟美和事 怎麼會同一組人呢 双子星是太極双星 美和事是日盛生 不是 我說那個綁標的公務人員 就是長崎美跟光家龍 長崎美跟光家龍 長崎美跟光家龍 已經關在金牢裡了 就是他們嘛 連開處 連開處 就是他們嘛 那連開處那些鬼 現在還在市府裡嗎 都還在 不是 長崎樹而已啊 他們有那個交接的 我跟你講他那個 長崎德已經關進去了 你說以前還 如果他那些鬼 這也有 他便是